七十 与奸而成之雄 立于飘然不知所谓 何德之举 无德则人皆怨之无助 单师之利器 福可成也 凡是世间上 成器的人 都必领自然尝够人生 酸甜苦辣麻的滋味 也就是说 要经过种种艰难困难的磨练 最后才能成功 成为有道德 有学士的善知识 而为人们所敬重 如果不体验于一切 辛酸苦辣甜咸麻 不尝于种种诸苦的烈味 他就根本不知道 从对比中尝出那种 好吃的味道是什么滋味 这是什么原因呢 比如说 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 他一直生活在幸福之中 是在糖水中泡大的贵人 就很难体验到 基层人们辛酸苦辣的滋味 如他担当重任 也往往会飘然不知所为 骄傲自得 目中无人 自以为是 甚至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都无所谓 所以这种人 根本不具备道德品质 也谈不上有知识 因此 没有道德 没有知识 人们就不喜欢他 就会远离他 不帮助他 这样下去 正如古人说的 单思不成献 独木不成才 他一个人 也就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